Hello 大家好 又到晚上了 和大家做这个桑普论症的节目 希望大家支持桑普频道 继续comment like share 做大家我一直说的东西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使我能够继续有这个实力 即经济的实力 继续去做这个节目 我今天做了什么呢? 今天做了一宗这样的新闻 我也考虑很久 要不要说这宗新闻 因为我都关注了一段时间 但因为这些呢 一开始以为剥花生的新闻 但实际上是涉及一些 是否法律上有问题的新闻 就是一本涉嫌不侵权的书 当事人各说各有理 究竟这件事 我的看法是怎样呢? 这个涉及到刘世良 以及这个陈翘先生 家人的一种不同的看法 而看到这件事 就是由事先 在不同的网络上 先是指释 接着否认 接着再有一个详细的声明 这件事的内容许莫 其实我集中可以读给大家听 《陈翘长女》的声明 就讲清楚了 《陈翘何虚人日》 就是一个 其实如果大家上一年多 是谁更加大年纪的呢? 看六七暴动一系列的照片 尤其 比如说在港督外面拍的影片 拍的照片 石棋库位 接着之后 拥有这个 在六七新蒲岗的 这个胶花厂的事件 他整天 在拿着相机拍的 甚至在那时候被人打 被人救的 这个故事 大家可以看回 陳翘先生的事情 不知道这件事 结果是后来七八十年代 经历过 在《南华早报》 结果当时的《南华早报》 不是现在的《马云系统》 或者是《乜叉系统》 是《南华早报》 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当时是《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他帮他做很多的照片 这位老人家 最近是雨洗腸池 在温哥华病逝 虽然在他生前 我和他素未谋面 也不认识 但是在很多前辈的耳中 也听过陈翘先生的名字 看到他的照片 再想想 我看《六七暴动消失的档案》里面 很多照片都和他有关 甚至没有这么说这个纪录片 整个历史的事实里面 陈翘先生是有相大见证的 而他出版了一本书 就叫《镜头下的历史》 那这些东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后来出了这本书之后 刘世良又出了一本同名的书 在2017年7月出版的《镜头下的历史》 后来被说是涉嫌侵害陈翘长女的先父 即是陈翘的版权 那各种事实的细节是什么呢 或者重要的议题是什么呢 我先读出这篇陈翘先生长女声明 这篇声明其实讲了很多事实的了 再讲一些我自己看到的 关于不同的一些看法 包括什么 再跟大家分析里面的细节 根据《消失的档案》 这篇声明就是陈翘先生长女所发出的 但她不是她发出 她是由通过《消失的档案》 这个Facebook发出的 文字是这样写的 先父即是陈翘先生 四月初洗洗后 一本以她为作者名字的涉影集《镜头下的历史》 2017年7月版《广授以论》 最近更被人借题发挥暗示先父贪钱 这些流言蜚语都是源自《镜头下的历史》出版争议 为免先父梦受不白之冤 含恨久泉 特此声名如下 第一 2017年刘世良印製发售的《镜头下的历史》 先父从未在口头上 书面上授权或同意刘世良单方面主理出版 即使当年先父曾与首先见面 首次见面的刘世良 谈到出版涉影集 也只是最初步的恰谈 一切合作条件细节都未挫伤 而且这本书由内容编排到资料核实事宜 先父都没有参与的 没有参与其中 甚至赴印前的书样也未曾过目 凭常识意可判断 先父有可能将笔生深血作品 无条件送资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印书商人吗? 这是第一个大灾问 第二 2017年版的《镜头下的历史》是商品 先父在该书出版前 从未有人告知发行后 卖书的收益归属何况 虽然有很多中国的成份 但你不可以说 2006年的时候 这个确定 它为中桥互助会出版和明示影集 就等于为中资出版 我想这件事没关系 它是加拿大的一个慈善团体 公民团体 是协助为大温非谋利团体 即是大温哥华的非谋利团体 中桥去筹捕经费 中桥就是当时候 即是你看到1973年的时候 并不是共产党斥的 中桥互助会也不是共产党外围组织 但近这十年有什么变化呢? 我就不软置评了 但你不可以用现在的情况 看回2006年的嘛 即是你不可以说 现在的南华祖母已经染红了 等于乔叔父母的南华祖母 都是红色的 这个完全是两回事 OK 希望大家要搞清楚 另外就是说 为很多人 找香港天地图书 找什么花千树 找一大堆那些的出版社出版 那你不是个个红色的? 即是你想想这件事 要搞清楚这件事 不可以说 你为中桥互助会去筹款 就等于你为中资去筹款 我想这件事 当时的时空没有这样的关系 记住这本书 是2006年的同名摄影集 所以我就说 2006年 陈翘有一本叫做 《镜头下的历史》 2017年 就是 《镜头下的历史》 第一个就是 《镜头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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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就是 錢是全部由他們賺縮 陳喬絕對不是為了一些錢 而因財失疑 不是貪錢 而是覺得我的心血作品 給你拿來賺錢 OK 即是等於我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某個填詞人 譬如潘元良也好 林夕也好填一些詞 我就拿出來 就是為一個譬如泰國一首歌 填這首詞在高個地方 賺足錢 那你覺得通不通呢 這個就是家人的控訴 是爲非爲 我們待會再說一下 但我家人的版本就是這樣看 先負視為慈善之舉 分文未取是2006年那本 慈善之舉分文未取 何來陳喬貪錢之說 2006年都沒有賺過錢 2017年是你賺了錢 他都不會貪你2017年賺過那些錢 因為他都沒有授權 也都不自情 OK 第三 2017年出版的鏡頭 你的歷史 和2006年 先負授意溫哥華中橋護助會 所出的同名攝影冊 內容編排 大量雷同 這個就是重點 就是2017年那本書 和先負陳喬先生 在2006年 授意溫哥華中橋護助會 所出的同名攝影冊 這部攝影冊和南華早報無關 是陳喬先生和中橋護助會 為授意中橋護助會所出的這個攝影冊 這兩份內容編排大量雷同 甚至連先負為2006年 版所寫的治罪 也都敬至收入書中 考取豪奪的手段 是令人發指的 這個罪文的版權明顯屬先負所有 南華早報授權不可能涵蓋這篇罪文 所以這本書的部分內容 已經涉及侵權 本人保留法律追訴的權利 這個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關於這個 原先這個裡面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它的內容編排 和它的治罪都收入書中 這篇治罪 我說這個罪文 是2006年 喬叔在這篇鏡頭下的歷史中 所寫的治罪 這篇治罪的版權 作者是陳喬 作者是被 溫哥華護助會 南祖對於這篇罪文 沒有任何的版權 而如果2017年 照抄照搬這篇治罪文 入2017年 劉細良所出版的鏡頭的歷史 那我的問題就在這裡 喬叔有沒有授權 去將這個治罪 給你去出版呢 如果有 根據在哪裡呢 根據在哪裡呢 根據在哪裡 你認為 你是已經獲授權 同意出版 2006年 喬叔的治罪 那我也很希望 他拿出證據來 所以我不會下判斷 我只是說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 issue 即是我們法律講的 legal issue legal issue No.1 OK 這篇 這篇 所謂的治罪 previous 究竟 有沒有獲得喬叔 書面 或口頭 明確的授權 而證據在哪裡 OK 如果我不需要拿證據 那我今天 我出版書 就將喬叔的治罪 在台灣出版 OK 出版之後 我說 陳喬先生和我 生前說過 我生安白了 他生前跟我說過 什麼什麼的 那我出版 那你可咬我 那不行的 世界大亂 是不是 我們要有一個 很清晰的證據 要舉證清楚 究竟 那個授權根據是什麼 我講的治罪 不是講的照片 你搞清楚 我那邊是罪 2006年 鏡頭下的歷史 那邊 喬叔治罪 喬叔有沒有授權給劉世良 根據何在 授權同意口頭書面的證據何在 我希望有關當事人 能夠拿出證據 這是第一點 第四點 劉世良出版鏡頭的歷史 除了需要南華早報 授予照片版權之外 也需要由先父手上 取得照片的檔案 OK 沒錯 他那些照片是 那個所謂的 著作財產權 是屬於這個南華早報 也俗稱有版權 這個版權的話 劉世良要出版這本 他要由 南華早報獲得照片的版權 也需要由這個陳喬手上 拿得照片的檔案 在這件事上面 究竟為何會出現這樣的事呢 這就是問題 劉世良當年是怎樣 跟這個南華早報獲得照片的版權 OK 明白 怎樣拿到這些照片的版權 究竟如何在喬叔手上 拿到這些照片的檔案 這段文字這樣寫的 先父平生 斥成待人 不欲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 當日被人說服借出照片 願意指示給對方作初步參考 從未想過劉世良 自有 如意宣判 更猜不到他會過橋抽板 先斬後袖 自行將照片附印謀利 即換言之 借有關的一些soft copy 給劉世良 只不過是借用 借月 不是授權 給你copy and paste and publish and make money out of it OK 這個就是家人的說法 第五 南華早報內容資源總管 Weldon Kong 告知 2017年2月 劉世良 以賀陳橋90歲手臣 幫助他出書為名 和報社接觸 就是和南華早說 我要幫陳橋學90歲的手臣 幫他出書 所以陳橋幫你服務這麼久 我幫他賀壽 怎麼都給他授權給我 負責部門 不以為這本書是送給先父的賀壽禮物 而且上書房就是劉世良出版社的那間書局 上書房交來的相片soft copy 核對和報社的藏庫是相同的 因此沒有月揚向先父查證 豁免了版權的費用 OK 他因為已經有這些相片 即是借月的照片 接著就講到這些相片 即是怎樣 我即是說 授權給我去用 OK 於是南早不如有詐 於是豁免了版權的費用 這個就是家人的版本 南華早報之所以豁免版權 完全是因為先父是報社前輩 因此希望藉此表達對先父的敬意 並未考慮到上書房 即是劉世良的書局 這一次出版是商業操作 更不知道劉世良將先父的權益 完全排除在外 第六 先父即是陳喬 是著作人 author 作者 有著作人家權 亦是所謂的moral rights 精神權利 不可轉讓 non assignable 死後會繼續存在 不可轉讓 不可被剝奪 即使南華早報 都不可剝奪或限制 陳喬這位真正的照片作者的 這個著作人格權 稍後我講一下什麼叫著作人格權 南華早報獲得的是著作財產權 又叫做copyright版權 這個是可以轉讓 可以授權 可以同意 譬如我有著作財產權 我授權A軍 去出版這些東西是可以的 這個就是說 劉世良和藍組的操作 無論藍組是否有效授權 劉世良利用照片 身為作者的先父 即是陳喬 對於照片公開發表時 是絕對有權 而藍組沒有權在法律上限制的 或者契約上限制 合約上限制都沒有辦法的 就是說陳喬在公開發表的時候 有表示他的本名 筆名 別名 或者不出名的權利 會然之 你要問准這位作者 喂 我是要怎樣去表達你的作品呢 這個作者 基本上有儲名權 那麼基本上你要問准他 他要怎樣寫自己的名 會然之你起碼要徵詢 這個作者只有儲名權 但是不可以利用儲名權 謀利 因為這是著作人格權 財產權是關於這個 藍組大陳喬先生 從來都不是為了謀利的 他要的就是說 喂 你起碼要問准我先 是不是 這個基本原則 沒錯 你既要問准藍組 但你也要問准陳喬先生 你究竟要用本名 別名 還是不具名 這個是儲名權 或者是識別權 這個是基本的儲名權 簽名 或者是識別權 這個就是基本的原則 有問題的 看回香港 這個有關的版權法例 加拿大的 英國的 台灣的 什麼都去看 的一樣 還有看百恩公約 OK Burn Convention 自己去看一看 不好意思 我不想和你炮鼠 這些是基本的 著作權法 版權法的知識 好了 但是呢 這個 他們家仍有聲明指出 劉世良從未徵詢 以至先父完全未蒙在鼓裡 無從行使上述權利 好了 這個是第二個 我先將那個藍組和劉世良 關於整個照片的版權 的東西先各自先 因為這個非常有爭議 我說兩個非常沒有爭議的問題 一 剛剛講的 這些照片的儲名權 為什麼 曉叔 沒有行使到 或者是 有行使到什麼 怎麼行使他的儲名權 他怎麼同意 基本上根據什麼 第二 剛剛講的 那篇罪言 2006年 為中橋護助會 出那篇罪言 治罪 授權根據什麼 你在2017年可以照抄的 有沒有任何的書面的證據 是令人看到 他已經充分授權給你 我可以這樣講 一個專業的人士 是一定要有一個 充分的證據 去避免被人抽情 而你們 如果拿不出這個證據的話 There's something wrong 那是不是人家放在你那裡呢 我想不是 事實上可能沒有授權 但是或者是拿不出證據 有關授權的證據 那我會覺得這件事要搞清楚 先回答這個問題 OK 稍後我會說一下劉世良怎麼回答 第七 2017年的鏡頭 在歷史的出版過程中 先父和南華早報雙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欺瞞 近日劉世良在網台節目中 在公眾向公眾展示 南華早報的授權合約 是混淆視聽 誤導公眾 因為第一 這個決定 是基於向劉世良提供的誤導資訊 報社根本不知道先父被駕兇 權益也被徹底剝奪 事件中出版方不當得利 而不覺有愧 第八 先父和劉世良素無交情 只因不如有詐 又不熟悉 出版流程 結果被有心人承虛而入 更誤張照片借與此人 最後米以承吹 眼見不生的心血 淪為他人逃離的商品 悔之何及 2017年先父已是90歲的高齡老人 列體衰力弱 無權無勢 對方則為巧言如黃 笑面迎人之意見領袖 先父向來謙信退讓 更擔心公然與劉世良決裂 會招來無信攻擊 只好選擇忍氣吞聲 劉世良在節目中展示 先父與他在出版後的合照 簽書的照片 無非是令人大眾看到有利於他的表象 但照片的背後 卻是先父有口難言的委屈 和深酸的 七年來 先父常為此耿耿於懷 每一提起便泱泱不落 家人進階知識原委 無奈申訴無門 第九 好 先父畢生 服務於香港新聞攝影行業 為香港保留了過去 遇半個世紀的社會實況影像 公認貢獻良多 君子尚義 小人重利 先父真事的從來不是利益 而是真相 道義 品格和擔當 如今先父大去 本人極怨各方人士要留公道在人間 不應任由不擇手段為利是圖之背 電污先父名譽 特此聲名如上 陳麗娟謹上 2024年5月6日 這篇就是基於消失的檔案 指控之詞 當然這篇其實很多事實已經放在裡面 寫下去 大家很清楚 接著 最近 我們看到有很多新的消息 其中一個消息 就是 大家看到 紐西良 予以否認有關的一些情況 我們看看 可否找回有關的一些事 跟大家說一下 有關的新聞 但我只是說 這件事 已經去到一個大家都不知道 怎樣去拆的地方 據我所知 我先不詳細讀他的解釋 他的解釋是甚麼呢 陳喬 喬叔 記者表示 鏡頭下的歷史 2017年上書局出版的資料 是來自陳喬的 這句說話是可遠可點的 我的資料是來自陳喬 陳喬沒有否認過 因為他借了有個Soft Copy給你 沒有想著讓你出版的 譬如說 譬如說 我現在把博士論文寫好 或者把我本書的書稿寫好 我借給你看 然後拿來出版 那我 沒錯 你的資料 你的文字的資料 來自於我的 是不是 但是我沒有授權 同意你出版呢 然後他後面那句 這樣說 這本書本的出版計劃 不單是在喬叔之情和同意下進行 同時也是在獲得版權持有人 授權合約的情況下開展的 我就說 你獲得藍祖的授權合約之下 當然你使藍祖陷於錯誤 或者有不同的東西 他的確給你一份授權合約 我對這些照片 版權 智慧財產權中 就是注重財產權的版權 我不先不爭議 先不暫不爭議 我現在爭議的焦點是什麼呢 自序 2006年版那篇自序 這篇自序 你為什麼建於2017年的書呢 這篇和南華早報沒有關的 你唯一依賴的就是 在喬叔的同意和知情下進行 各位 你告訴我 你的同意在哪裡 知情是acknowledge沒有意思的 acknowledge 知情是沒有意思的 同意和授權才是重點 喬叔在哪個時候 哪一天 哪份文字 哪個email 哪封信 哪個字條 誰 周承權 給劉勢良出版 他2006年的治序 這是要回答的 第二樣東西 就是呢 這些照片 他的儲名權 儲名權出版 應該有南華早報的授權 但不好意思 有喬叔的儲名權,你有沒有經過徵詢他,問過他的儲名權是怎樣呢? 而他儲名權在這個最重要的地方,不是由你決定別人的儲名權,是由人家決定,即是喬叔決定,喬叔怎樣儲名? 你有沒有問准別人呢? 這兩個問題,跟南華祖故的授權完全無關 那你說,喬叔完全知情同意,我就問你,這些東西,證據何在呢? 行不行? 那你說,我控告別人要找證據的,我就說,大家現在講到最後一件事 喬叔有沒有這樣做,是重要的 那很多人就開始發動新的攻勢,我會和大家講一些新的東西 喬叔本人也是書本出版後的查緒中,為讀者簽書 他說,對於羅恩惠導演在Facebook代轉陳喬長女聲明中的指控 包括但不限於侵權、欺瞞、誤導等等,我予以否認 甚至說要保留法律追溯的權利 非常強悍 喬叔本人也是書本出版後的查緒中,為讀者簽書 我只是這樣說 出版後的查緒中,為讀者簽書 他 各位,你要知道 當時喬叔幾歲? 九十歲 他不是你和我現在看這個節目的心智年齡 九十歲的老人家 但是,你要他每一件事想,要立即判斷 好像我們的敏銳度那樣的判斷呢? 不通的 不通的 他幫你簽書的話,是代表他同意嗎? 不 你說這叫做tacid approval 你說墨士的同意 或者追認 Retification 就是追認 我曾經批准過、同意過這件事 都不同 問題是說 喬叔有沒有放棄過 他的著作人格權 署名權 有沒有放棄過他的自罪的版權 而他知不知道那本書裡面 含有他的自罪 還是看到一堆照片 知道你南華早報授權的 但是,你怎麼把他自罪放進去呢? 還有你的授權 怎麼拿來賣錢呢? 他當時不夠敏銳 不代表他tacid approval 記住那個人是甚麼? 九十歲的老人家 你那下,或者我自己 九十歲 你要你的敏銳程度 跟我現在一模一樣 是多餘啦,是不是? 那你這樣 放明欺人而已 而人家都說明了 悶悶不樂很久 他的長女都已經可以為證 剛剛我聲明已經很清楚 那你這一點 大家不要再用 他查序簽書這件事來講話 第一 這個事後的東西 不是他出版前的approval 第二 出版後 會不會成為ratified 就是說 認同了他出版之前 已經有approved的這件事呢? 你如果要這樣講 你一定要提供更鮮明的證據 為你簽書的本身 只是覺得樂在其中 只是和讀者互相分享我拍過照片的光榮 不等於我認同你出這本書去經過我的授權 或者是說對你完全OK OK? 這件事本身也有待查證 這個所謂在查序中 為讀者簽書的時間點 在哪個時間 和當時的情景是怎樣 但單純簽書本身 不代表同意 授權 OK 這個就是我們看得到 他的一個講法 另外 我也要講回我的一些看法 當然鍾建華教授自己的看法 但時間很有限 大家可以看回 鍾建華教授也是很清晰的 否認的一些講法 大家可以看回有關的報道 那我就不再重複了 但我想這件事就 已經搞到像羅森門一樣 那我想講回我的幾點看法 和大家分享 因為呢 和大家分享的看法比較緊 就是我的看法比較緊要 其實聽我剛才講的故事裡面 都提出很多客觀的問題 大家可以去分析的 那我會覺得做人呢 就要合情 合理 合法 OK? 就是三件事都是重要的 你不可以說 即缺一不可 我想大家講這件事 有些獨立思考的方法 獨立判斷 第一 不要亂猜度動機 不要亂貼標籤 說陳橋是公諜 這個 甚至你說 劉細良反共都是假的 我不喜歡講這些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 亂猜動機 亂貼標籤 說陳橋是2006年 中橋的時候出版 就是共諜 我想這件事是完全 很荒謬的事 你不知道2006年 這個中橋互助會 中橋互助會的性質是甚麼 這件事呢 我希望大家不要這樣貼標籤 沒有必要 而且 你用同樣的標籤 來貼的話 我想 香港很多現在的評論人 找過那些 中資或半中資的機構出書 甚至上架去到三中箱 全部都是共諜 是不是這樣呢 我想這件事要搞清楚 不可以這樣貼標籤 記住那個時空是2006年的時候 喬叔找中橋互助會出書 為他們籌款 非謀利 大家要搞清楚 完全不是今時今日的中橋互助會 第二呢 是必須要聚焦事實 判斷標準是合法合理合情 這三件的標準的 我再講一次 罪言照抄 照片出版的署名權 這兩件事 是不是得到陳橋的授權呢 就是我的問題 這兩件事 才是整篇聲明 我覺得重點所在 算我直言 離開這兩件事 或者所謂的 藍祖與劉細良之間的授權聲明 內容的事 來講 任何的事 都其實是感情的宣洩 宣言宣語 是無君王子的 第四呢 喬叔的照片儲名權 罪言的版權 在法律上 在他世世之後 依然繼續存在的 他的版權可以存在一段 世世又加幾多年 儲名權是永久存在 繼承人的長女 是有權行使這個權力 起訴是權利 不是責任或者責任 義務 希望大家不要亂猜別人的動機 和標籤 我們就法 論法 純粹在法律上去看這件事 就很清晰的 第五點 當事人 劉細良 也認為如果有被冤枉 被誹謗 也有權行使他的法律權利 起訴是權利 不是義務責任 同樣 我都希望大家不要亂貼 對方的動機 或者標籤 我只是講一件事 誠信何在 真相何在 公義何在 憐憫何在 我覺得這點是重要的 OK 我看這兩個人 當然有法律團力 可以在法律上爭辯 但我只是說 issues 我先擺出來 爭論的焦點是什麼 大家不要失焦 一兩種說法 希望跟大家講清楚 第一 所謂的 生前不說 生後說 即是說 喬叔為何生前不說 2017和現在 距離七年了 他今年年初先遊之後 他家人先說 有沒有搞錯 顯然有詐 你看這件事 表面上是這麼說 我只是說 這就是所說的 鐵標籤的謬誤 即是我們邏輯上 思考上 獨立思考上 不要亂猜別人的動機 或者原因 每人都有些原因 而你沒有搞清楚以前 為什麼你這樣 你肯定有問題 這些套路的說法 我想搞不清楚 法律上有所謂的 台灣叫消滅時效 或者叫追溯時效 statutory limitation 就是有一個追溯時效的規定 只要不如愈法律追溯的時間 有權就可以起訴 這個法律上的規定 但是合情與合理的判斷 是根本沒有時效的 我舉個例子 李治須醫生 出版毛澤東的那些壞東西 怎麼不洗澡 怎麼玩女人 那些東西 都是在他毛澤東死後 那你為什麼不說李治須醫生 這個生前不說生後說呢 江青講毛澤東 就說他呢 我是毛澤東旁邊的一條狗 他叫我咬誰就咬誰 說得很好 你為什麼不會說江青 你為什麼生前不說生後說呢 那我都講過了 剛剛那篇聲明已經講得很清楚 喬叔典的生前不說 有原因 很多屈滿在裡面 那他要跟這個晚輩 這個 巧言如黃 笑面迎人的 這個KOL 來去打雷台嗎 這個就是壓力 毛澤東給李治須和江青的壓力 那你說和那些人的壓力 是不是很類似呢 你看看很多很多 這個壓力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是一班人的問題 給他一段很大的壓力 我希望那班人 我不會批評這班人 就是這班人 你有自己喜歡的一些 喜歡聽的一些網紅 我絕對不會批評這班人 我只是說呢 這班人要想一想 你說這些東西的時候 如果真相不像你想的時候 其實很傷的 是不是 應該留有一定的餘地呢 是不是 生前不說生後說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那你不要 你如果這樣說的話 那你就是 所有的評論 對一個人的是非的評論 都必須要在他死之前要說完 說不完 死後你就不准說 這件事是不通的嘛 這件事是 對不對 生前你不說 有很多原因 就是人際壓力 這個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跟共不共跌沒有關 OK 第二七 就是第二點 就是所謂的 反共人士 包括我的在來 被人批評 於是 於是 咬定 必定是批評者 別有用心的 這件事都是錯的 OK 其實這種思維模式 跟那幫小粉紅 五毛黨 有什麼分別呢 反正你批評我 一定是你錯 OK 一隻手指指著人 四隻手指指著自己 據我所知 當事人 就是這個劉細良 和這個陳橋兩位人兄 都基本上和共產黨分道揚標 重點不是反共與否 重點是基於事實 合法合情合理 犯了錯的人 就要認 就要改 就要全面道歉 不要要面子 你越要面子 越沒有面子 一輩子都沒有面子 你要全面道歉 真誠道歉 懇求原諒 沒有犯錯的 那就堅持真相公義 也對對方的真誠 全面道歉 如果有的話 是予以一定的寬容 這樣才是真正的勇者 否則 中共偷笑 如庸得利 這件事 是非的事 善惡的事 真假的事 是很清楚的 OK 就是說這件事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希望兩方面 能夠說清楚 我會覺得這件事 上面 有很多 起碼有幾個重點 有二加一的重點 罪言照抄 照片儲名權 兩個重點 加一的就是講 這些照片 南華早報授權給劉世良去使用 他的授權條款是怎樣寫 這件事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見到真正的條文 可能他有展示 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地方 就是他講的是什麼 而喬叔 記住他的儲名權 是不得放棄的 求永遠是屬於他一身的 罪言的版權 和南早完全無關的 這件事 我都希望劉世良有解釋 OK 我不是做判官 我只是說 我會覺得做一個評論人 這件事要搞清楚 搞清楚這件事很重要的 很多人說 兩個人都是反共的 人士 是吧 那為什麼 要搞到這樣呢 都是流傳真相的 都希望做很多事情的 這些呢 就會很多的團隊裡面 會有這樣的事情 但我希望呢 我們不可以做禍稀泥的人 有些人就說 哎 你們少喊一句啦 多商喊不好口 大家人收口 收口 沒事了 這樣很奇怪 這樣會助長很多 不問是非的鄉縣 台灣有很多人這樣的 是不是 鄉縣 大家少一句 你不講真假是非對錯 怎麼可以呢 那這一講真假是非對錯呢 一定顯示到 每個人要謙虛接受 自己做過的錯事 也都要對人家真誠的道歉 予以寬容 這個社會才融合 我希望這件事 能夠得到這個解決 我也不希望 任何人被告 被坐牢 搞到人家 周身危 但我很不希望有人就說 你貪錢 OK 即是 我覺得這件事的話 即是 不好啦 譬如說 劉世良說 陳Q 你貪錢的 那這個就完全錯 OK 那你說劉世良是否貪錢的話 那就是 起碼300元一本書 那會不會貪錢 做for what 那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 我用了常識的判斷 如果你真的要出版這本書 是陳喬的作品 為什麼沒有經過陳喬的授權呢 那如果你說有 那我也希望你拿出真憑實據來 你不可以說 我已經採取得陳喬的授權 你不准吵 我說有就有 是不是 那不是這樣的 那我也希望你拿出 因為到今時今日 那個書面在哪裡 你有拿出的書面是什麼呢 就是南華早報對於 劉世良之間的授權 這個某程度上是比較清楚的 但是陳喬呢 沒有 他的同意在哪裡呢 你就下去的證據就是 一 你這麼久才講 肯定有鬼 這個就是錯的 我都講李子衰和江青的故事 是不是 第二件事 你說 你簽書喔 簽書會由你簽的喔 不好意思 簽書會由你簽書 不代表什麼 還有九十歲的老人家 他和你的關係 鬧得那麼僵 他當時都不知道這本書 裡面寫什麼 就是知道這個情況 你叫你來 譬如說九十歲的老人家 動著這拐掌 慢慢走走走走 你在這個地方 你說他幫他出書 他又不知道你賣錢什麼的東西 可能他懵懶懶懶不知道 只是知道 哎呀 他的成就被人家分享到了 你要簽書 就立刻簽了 簽了之後 回家圖中越想越怪了 會有這樣的現象 但是你簽書的本身 是不是代表你 Tacid Approval Implied Consent 各位 不是 你問所有律師 告訴你 不是 Consent must be clear Clear OK 你可以口頭書面 但是要證據證明你 是被獲授權 不是 你憑什麼呢 原來可以不說證據獲授權 我立刻明天 是不是出版陳翹的作品 在這個台灣 我就說 他已經答應了我 口頭答應了 我不需要說證據 我的口就是證據 是不是這樣 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現在的問題 所以我就說 如果大家要搞清楚這件事 訓練一下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 不是通過一些陰謀論 一些剝花生的想法 去看一件事 Law 合法、合情、合理 最重要是Law 如果Law之後的事情 就有很多相對的問題了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你可以哭 他可以生氣 是不是 各人是感受 各人有自己的故事 這個合不合理、合不合情 另外判斷 但合法的判斷 是clear cut的 就是今天 劉細良上選局 取得陳喬上述收權 根據何在 我很希望能夠拿出來 我今天不下定論 我不會說一定是劉細良的錯 我不會這樣說 OK 但我只是說一件事 如果你要 洗白這一種所謂的東西的話 我看現在大部分的所謂的證據 是lean in favor of 陳喬的 就是現在我看到手上的大部分的資料 是對陳喬比較有利的 那現在你不可以說我遲口否認 否則我就要告你 用這個聲明去說話 Not enough 我會覺得這件事 是不是應該要把這件事說出來 說實際上 我和劉細良素未謀面 見都沒見過 也都對他不認識 OK 我不像有些人對他有什麼牙齒印 我對這些完全散開的 我只是問一件事 你獲陳喬所授權的根據何在 請你拿出證據來 用證據來說服大家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這就是我要說的東西 這次比較長一點 不好意思 也都超過12點 那我都會把這個片 能夠放上去網上 和大家見面 那希望大家有什麼意見的話 記得留言在那些地方 那麼 有問題的 不是插我 插我是沒用的 將你的意見去反映回 給雙方聽 即是 消息的檔案 有一個 如果你支持他 反對他也好 或者劉細良 你支持他 反對他也好 反映給他們聽 我當然歡迎在我下面留言 我絕對沒有反感 但我就說 你最重要 都是告訴他們 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希望這件事 即他們能夠 能夠心平起禍 將這件事講清楚 而我認為 講清楚他之前 真假是非 要先搞清楚 不可以禍起禮 不可以說 大家當時 必須才會搭一搭 你這樣會助長 很多不義的風氣 OK 那我會覺得 很多劉細良的粉絲 一定是洗版 就覺得 我桑普說這些 為什麼 別有用心 我又是共諜 又是這麼說 即是 繼續說這些的話 就是 真是 我不知道 你想著什麼 總之 你們的粉絲 專者 被人批評 別有用心 別有用心 陳喬 就是生前不說 他的家人生後才說 簽書都 當是授權 如果你用這些 暴風足影式的說法 來切一些東西的話 是會拉動一些輿論的 我不否定 你會拉動一個輿論 但我不會認為這樣 會使得 各下 是能夠 在理論上 在邏輯上 是站得住的 OK 你憑一個常識 想一想 一個A軍 拍了這麼多年的相 譬如說 尊子 剛剛拿了獎 他這麼多年的漫畫 你突然之間 出一本書 抄了他的罪言 漫畫 即是生抽老抽的那些書 抄了那些漫畫 去出一本書出來 包括他的罪言 沒有經過他的罪名 什麼都沒有 然後你自己出版 行不行 當然 劉勢良都說不行 於是劉勢良就說 我是經過這個 尊子的這個 答應 才這樣出藥 那尊子 是先有 他的遺相 假設先有 當然被先有 不是揍你死 不好意思 真是黃先生 那要譬如說 他的遺相 或者他的子女 就說 不是喔 我爸爸 這麼多年來都不不不悶 為什麼看到這本書 他說 你專志曾經幫我簽個書 是不是 於是乎 就等於 已經答應了我出版 不好意思 專志是簽很多書的 OK 那是否代表他答應了我出版 沒有關係 irrelevant 是否 是否 即是 譬如我的書 被你拿出去 嫖屍出版 你寫著桑普 在那個地方 然後你找我去 和你拍一張照片 說有一本桑普的作品出版 那我老懵懂 就在那個地方幫你簽一本書 然後走走的時候 越看越不像 我哪一時 哪一刻 答應過你去 這個 未經我授權 賣三百一元一本 自貿利益的呢 然後看一本書 沿路看一本書 越看越不像 全部抄我以前的作品來的 完全都不是你自己的創作來的 所以陳喬先生去當時 有沒有可能 他以為這本書 是他一個意識創作 誰知道他原來抄的 後來才知道 越想越生氣 那這件事 當然 你會看到這個解釋 那這件事 你怎樣辯解呢 我自己這樣說 我會覺得 搞到這個羅生門 你會覺得 有人挑事去對付郭霞 我覺得 有很多的可能性 但是我會覺得 現在很多的證據 較強 是支持這個 就是喬蘇家仁 喬蘇家仁 不知道這件事很清楚 你再看看 鍾建華的一些講法 鍾建華的教授的看法 更加清楚 就是說 究竟整件事的內容去目 究竟是怎樣 我會希望大家 將這件事 搞到水落石出為止 很多新聞一單 噴一單 但是我會覺得 不要禍起泥 有錯的 真的要認 OK 下一節再說 好 好 好